Sawaddy Cup 歡迎來到泰通尼熱鬥小馬 說了Sawaddy Cup 習慣了 因為我之前常常拍泰國的影片 旅遊片 如果大家想看回 都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去旅行 看看泰國以前的旅遊影片 真是很多的秘境 連泰國人都不知道有些地方 好了 廢話少說 講下我們上次的成績 上次的成績其實都中位置Q 正Q就不中 差點 連贏了幾天 我說每天贏 如果每天贏 發達吧 講下 那天我看了第三場的新馬 很多人都知道我專門看到新馬 尤其在市集那裏 非常多寶藏 我看到康樂高球 康樂高球 康樂高球 那這馬呢 為何我要選它呢 有一場沙田一千直路草地市集 那一場 你看看它 離寒離辣的贏到 頂著頂著 沒甚麼迫的 類似舉步伸風的贏回來的 那個閘 但是它沒有舉步伸風那麼厲害 試襲真是很漂亮 那一貨 那這馬是初初試襲 那些馬在試襲那裏 在直路這樣贏兩三個馬位 那這馬位 即是在這些新馬裏面 它根本上都是一隻比較成熟 而且是超小小斑的 所以為何它一出就贏呢 但是我不敢搗它 因為它都是初出 所以我看它真的很厲害 但是是比較好的 那一群馬裏面 所以我會選它 做腳我也給了大家 那裏都中一條位置Q的 中一條位置Q的 為何不選這些馬 我經常都和大家說 新馬 第一場你看到它很漂亮 便搗它 好像上次那隻 新馬 有一場有兩隻新馬 三隻 馬鳳王那一場 為何我選馬鳳王 不選高冬妮那一隻 因為高冬妮那一隻 看它直路 衝一下衝一下 不勁的 但馬鳳王戴了眼罩 在外擋爆上來那一段 為何不選這些馬 其實有時這些不是難看的 但有些藏起來 我見到很多報紋那些 尤其是試好多集 一出集 特意留後 然後力拉 或者是拉住拉住少少少 或者過了終點才試 這些大家也要看 有時馬會拍攝的試集 拍得不太清楚 尤其是松化直路鏡 那個位置拍得不太清楚 沙田是比較容易看的 很多騎士 尤其是報紋拉士 我看到她 嘩 簡直是 一出集 蹬一蹬 縮在後面 特意試集 都走過大外擋 蝕著位來走 試一隻馬 拉士 其實是推那一刻 不跟節奏推的 是反節奏地搓下來的 大家要留意這些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看 我們騎士就懂看 即是她推的是節奏 為何我們要玩音樂 我懂節奏 懂彈琴 唱歌 大家都看過上網唱歌歌的 那些拍子很準的 那為何要看呢 因為那個拍子 是不適合那個節奏的 那個拍子是反節奏 大家要明白這個道理 反節奏去推騎 搓下來 讓隻馬去不了 想去又去不了 這樣去試集 這些不是明眼看到的 不是每個人看到的 只是騎馬跑過馬的人看到 就算說了給大家聽 大家都未必懂得再怎樣看 所以很難教 你說找個助手 教完他都不懂 又是這樣 四隻腳這樣跑 即是很難教 所以就是這樣 這些只是我們的專業騎士 才會看的 布文 潘頓那些 試試一試 然後隻馬又轉彎 過了終點 還要走出大外檔 當然是輸得更加遠 大家看來 隻馬根本沒有狀態 沒有狀態 其實是超級勁 有走勢的馬 這些就是試集的關鍵 其實 很多人都說不到出來 就是這樣 我經常都說過形勢 為何現在的馬一至五檔 擺前那些馬很厲害 走勢 經常都接近 因為那些馬反 其實那些馬反全部都是業餘的 沒有跑過馬的 又沒有騎過馬的 可能騎過馬 但它不是跑馬 那些 隨便誰都弄一間公司名 然後又在做會員 然後就說做馬反的 買些馬回來 全部買 只想賺錢 不會想你馬主 買了給你贏不贏 那關人 我賺了錢 有錢 但是你看到那些馬 全部買些 有錢速 最好出閘快 最後斷的很多 要不就是均速 變相了整個馬會的馬 水準是低了 你看看很多馬 後上衝上來贏那些 是特別高班的 所以什麼叫速度賽馬 就是拉斯爆出來 這些就是速度 不是在前面有速度 就是一隻速度賽馬 所以很多現在入貨的人 全部買了這些馬 形成了內部的馬的檔 一折五檔 或者放前的馬 經常都在 就是這樣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 後上的馬真的厲害很多 那些馬鳳凰是中段這樣衝上來 美麗緣份那些 衝上來快成 有沒有成秒 都要計一計 這些馬是速度賽馬 金槍六十在尾衝上來 又是這些 這些就是高質馬 買了一些 現在為什麼這麼多四巴馬 四巴馬是佔了 佔了整個馬場很多隻 這些四巴馬 都是均速 前領 放頭 有時候很多我看來 二百斷斷的 去到末段二百 要不就均速 死捕頭 所以整個形勢物形成了這些馬 所以其實跑度偏差 不是相差得太遠 那些很多人說 種冬草 蜜草蜜草 是 種冬草可能漂亮些 但是其實真的不是非常之大影響 主要是馬匹 大家記住主要是馬匹 所以現在這些質素的馬 整個整體馬匯的馬 質素是低了 其實真的低了 其實水平已經低了 好了 講完 講明天的馬 明天的馬匹 我又找三場給大家玩一下 大家記住這些馬 現在我給大家這些馬 只是能夠參考 不是叫大家全部穿勻去買 穿勻去可能很犯本 大家自己自行選擇 喜歡選就選下去自己的 列列那裏買 就是這樣 第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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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 四班千二米 我喜歡一隻智合拍 狀態依然是挺好的 還有一隻 筆地列馬 但是這隻筆地列馬 都是佈千二 可能它減一下分 希望去千二那裏近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 未來是會跑長一點也可以的 還有我看上去 它都是一隻快前領 有前速的馬 但是又是一些均速的馬 所以它的質素 又不是真的很厲害的 但是有待進步 所以這些都是後山馬 這一場就是這兩隻 第六場 第六場我喜歡一隻威武寶寶 是的 有狀態的 神粗 試襲 都很漂亮的 還有一隻新力 新力這隻馬 狀態是非常好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這隻馬 還有一隻 遙寶駒 遙寶駒 依然的狀態都更好 大家都留意一下 還有一隻飛黃 飛黃這隻馬 都不錯 我試襲 我給到七分的這隻馬 大家留意一下 第九場 就是黑桃火箭 這隻馬 仍然是保持著有狀態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是的 留意一下 還有一隻駁網波 大家都可以看看 是這幾隻 給了這三場大家 還有一些新馬 我還要今晚做功課 明天跑夜馬 多些時間我看馬 這個環境是挺好 挺舒服的 還有朋友的家 有時去朋友的家 借他們的露台 坐下 喝下咖啡 和他們聊聊天 又拍下影片 就是這樣 大家就留意一下 還有我想說一下 我們的本地騎士 其實每個人都厲害 我希望馬主 連馬師都支持一下他們 因為我見到近來 很多拼馬 熱門 很多都輸 尤其是我叫它潘多拉 大家有沒有看古天樂那套 明日戰記 那種植物怪獸物 叫潘多拉 潘多拉 跑的馬 是它才可以這樣跑 如果比我們以前 不知道會不會 沒有了牌 或者更加嚴重 也有 我不知道 還有哈魯文 哈魯文 大家有沒有看過 王子華那套破地獄 哈魯文 哈魯文 讀明粗口地說哈魯文 大家都猜到 這樣跑法 是他們才可以這樣 如果以前比我們 或者任何一個建築生 或者其他華人騎士 或者什麼騎士都好 不知道會不會 都是一樣沒有事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這些是否有時都想反映一下 如果這樣跑法 其實都好 因為潘多拉和哈魯文 如果這樣 下一場就知道他們再保重 可以這樣說 不速兩至三場 這些馬都會贏 大家看著這些 更加容易 是吧 時間很重要 大家都明白 時間很重要 如果我是練馬師 或者我是馬主 我真的拼命 我找個建築生 或者找黃寶妮放頭 拼一拼 現在不拼 怎知道單車變摩托 我的馬分減到五班 就快退役了 減過十磅 擺在前面走 找一些輕磅的騎士 至少他們正正經經 真的拼命 細潘 有些梁家俊 楊明倫 還有周俊諾 本地華人 這些通常都會拼命 不會像潘多拉和哈魯文 跑法 所以如果我做馬主 或者聶馬師 其實是不是很相信他們的騎工 我經常都說 跑馬跑馬 黃寶妮也贏到潘頓 馬勁人到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廢話少說 吹水吹得太多 可能大家都會悶 如果大家想入會 就可以Whatsapp 這個電話 7010-3668 7010-3668 7010-3668 現在本來我們是 三千六百八十八億全貴 現在跑馬跑了一段時間 便宜些 所以就減三百元 三千三百八十八 三千三百八十八 大家都可以詢問Whatsapp 7010-3668 還有一個VIP VIP會員 如果VIP會員 便提供每天的賽馬天 一至兩隻 Win或者 直接Pay給大家 賠率當然是會好一點 不會選一些熱的 又不會找到一些最難的 最難是爆出來的 真是 中中挺挺的 那些賠率 希望大家 都繼續支持VIP 因為很多人都已經入了 明天有一些好東西 我也要趕快 做功課 找些好東西給大家 希望明天大家又贏錢 今集先說到這麽多 如果大家喜歡這些影片 幫我分享給更多的馬迷看我的影片 聽聽我說一下賽馬的知識 希望幫助到大家 最重要是按鈴鈴 因為右下角的鈴鈴按進去有個全部 按了全部有新片大家才收到通知 否則錯過了一個影片 可能那天贏就錯過了 可能大家又沒有贏錢的機會 大家記住follow我youtube 好了 今集先說到這麽多 我們下次再見 記住看Tony熱鬥小馬 Bye Bye